我们之前讲过 频繁极挖掘这个问题 听上去很简单 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库的技术问题 但实际上它非常复杂 为什么复杂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网络图 假设我们只有四种商品 A B C D已经非常简单 但是它们可以组合出 很多种的不同的item size 我们从上到下可以看到 A B之间可以组成A B A和C A和D 它们之间都可以组合出非常多 然后两两的东西呢 可以再合成合在一起 又可以变成A B C A B D 等等这样的东西 所以总数是非常多的 如果我们有十种一百种商品 那么这个网络的规模 将变得非常的庞大 我们根本不可能 通过传统的Broot Force的方法去进行计算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一般我们会长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就是关系型数据库 假设有N条记录 数据库呢 每一条记录 当然它的长短不一 我们假设平均宽度是W 所以说呢 它的复杂度大O 就是NMW 大家猛一看好像觉得不复杂 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算法 复杂度可能要N方 N的平方 这会我们 我们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计算问题 这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NMW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相乘问题 但是它的复杂度在于M M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你有D种商品 所有可能的Item Size 就是2的D次方减1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减1吗 你有D种商品 每一种商品可以选择 可以不选择 0 1两种可能 所以一共是2的D次方种 但是要减1 是因为它不能飞空 你必须至少买一件东西 所以是2的D次方减1 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2的10次方是多少 1024 2的20次方就到M 所以如果是你有1000种商品 2的1000次方 这已经没有办法 在普通的计算机当中去进行计算了 这张图呢 也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是不可能用这样一种传统的方法去进行计算 我们必须找一些聪明的方法 更加有效的去进行计算 去大幅度的削减 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搜索空间 现在呢我就隆重给大家推出a priori算法 这是数据挖掘的十大算法之一 但是它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 简单到不需要一条数学公式 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算法的原因之一 所以真正有用的东西可能并不需要搞得非常复杂 一个大公式 很多偏微分 其实呢 它的原理简单的随便一说 大家就明白 第一条大家可以看到 a subset of a frequent item size must be frequent 任何一个平凡项 它所有的非空的这样一个子集都必须是平凡的 也就是说如果牛奶面包可乐平凡 那么它当中任何一部分都必须是平凡的 牛奶必须平凡 牛奶面包必须平凡 可乐面包必须平凡 所有的子集都必须平凡 如果说它有一个子集不平凡 我就可以推断整个这个大的item set不平凡 我都不需要去扫描数据库 这是一个基本原理 第二个原理呢 就是反过来去用 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 一个item set它是不平凡的 那么它的任何超级一定是不平凡的 其实跟刚才呢 是反过来说 如果我知道牛奶不平凡 很少有人去买牛奶 那么同时购买牛奶和面包的人 只会更少 不会更多 其实就是两条规则 颠过来倒过去 任何一个平凡项 它所有的子项都一定要是平凡的 一个项如果是不平凡的 那么它所有的超项一定是不平凡的 就是这么两句话 它的最核心的一个思想 我们下面来膜拜一下 Apriorate算法这位大神 他发表的论文 93、94、95年三篇论文 分别发表在VLDB、ICDE、SIGMOID 稍微了解一下 这些学科背景的都知道 这是数据库领域的三大顶级会议 你作为一个博士生 即便你在海外 你能发一篇这样的文章 你都可以讲你的博士生涯 还是相当有成效的 这是三大顶级会议 这个人他连续三年发表 更重要的是看一篇论文 看一个学者水平高不高 不是看他的名气 要是看他论文的影响力 什么叫影响力 我们可以看引用次数 第一篇文章被引用了将近两万次 第二篇也是将近两万次 这是什么概念 绝大多数科研人员 终其一生 所有的论文加起来 引用次数也不过可能就是 两千三千 我说的还是国际上 有点名气的这样的一个学者 我本人目前 总共被引用了七百多次 所以我还有很长的道路 要去追赶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一个人一篇文章 就被引用了将近两万次 那么这个人 他所有的文章加起来 可能都接近十万次 所以他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 我们所说的 a priori algorithm 虽然说这么简单 就两句话 他的基本思想 对这种整个学科领域带来的影响 自从他提出这个算法以来 二十年过去了 被引用了几万次 说明他开拓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源头创新 如果你一生能够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在学术界树立一个标杆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是非常荣耀的 我在国外交流访问的时候 那边的老师就跟我讲 所以一流学者是提出问题的 我不是去跟在别人后面去解决问题 我要能够开天辟地 指明方向 我希望同学们当中 如果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同样我们看一下 运用了operative算法 这个基本思想 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还是刚才这个好像很复杂的图 但是现在如果我知道 B这个item不平凡 如果说我扫描了一遍发现 巧克力这个东西很少人去买 大家现在崇尚健康生活 很多人大家都说 我不吃巧克力 如果我知道B这个东西 它不平凡 那么我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所有包括B这个东西的item set 都不平凡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规则 也就是说 ABBCBD 所有的东西都不平凡 我根本不需要去查 这样不就大大简化了这个问题吗 我所有标注了绿色背景的节点 我根本不需要去计算 我就已经知道 它不可能平凡 因为B不平凡 所有的超级 只要包括B 它都一定不平凡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pruning 简直 原始的搜索空间非常大 我如果蛮力 一个一条一条去搜索 太累 但是如果我用一些聪明的方法 我可以发现 哇 很多地方 其实我都不需要去搜索 我直接就可以得到结论 所以呢 opropriet算法的基本思路 就是这样 没有一条公式 我们先生成 某一个特定大小的 一个item set 其实一般就是从一开始 就一个一个商品 牛奶 面包 巧克力 都是单独的 一个一个的 好 我们扫描数据库 去看一看 哪些东西是频繁的 如果它不频繁 扔掉 我只保留频繁的东西 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我要用这些 已经知道频繁的items 或者item size 我把它组合 组合成两个两个的 一个一个频繁的 好 我知道了 组合成两个两个的 然后呢 我再去扫描数据库 就是一个迭代循环 下一次扫描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两个两个频繁 什么叫两个两个频繁 牛奶面包 频繁 或者说薯片 果酱 频繁 就两个两个频繁 再把两个两个 拼成三个三个频繁 就每次迭代的 这样的一个增加 每一次就做个 k等k加1的一个操作 它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是从1开始 2 3 4 5 一直往上增加 是这样一个过程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 我尽量避免去生成 不可能频繁的candidates 如果说 它其实不可能频繁 而且我能够预见到 我根本就不用 费这个功夫 去搜索这个数据库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 但是呢 它还是要扫描 多次数据库 从1 2 3 4 5 这样每次都要去扫描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因为大型数据库 IO操作 其实是非常慢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 所有数据都在内存当中 扫描一次 可能几乎就不用花什么时间 大型数据库 是非常耗费时间的 在这里呢 我们给了一个 Aprivate算法的一个 框图 某一看呢 好像有点复杂 其实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规则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 我们定义了两个符号 一个是c 一个是l c呢 就代表 candidate item size l呢 就代表 frequent item size ck呢 就代表 长度是k的 item size 我们有很多很多 长度为k的 item size lk呢 就代表说 这些所有的长度是k的item size当中 频繁的啊 所以ck lk 是这样两个概念 我们看这个算法 第一步啊 我们把所有频繁的items都找出来 就l1啊 长度是1 牛奶面包就单独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然后呢 外面呢 是一个大幅循环 每一次呢 做个k++的操作 里面的小循环呢 是扫描数据库当中的每一条记录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candidate size 我现在要扫描每一条记录 去看一看 这个 这一条记录 是不是支持我的candidate size 比如我看看 这条记录当中 存不存在牛奶面包 这样的一个组合 如果存在 我就做一个 quant c 加1的操作 技术嘛 其实就是统计 100万条记录当中 有多少条记录 包括特定的一个item size 里面的缝续环做完以后 啊 我们就看一看 如果说它的支持度 大于我们之前设置的预值 啊 就把它留下来 如果小于就扔掉 循环回去 外面的大循环 我们把这些两个两个平凡 三个三个平凡呢 再把它组合起来 去生成长度更大的 一个ck加1 就是原来是两个两个平凡 现在呢 我生成c3 c3呢 就是三个三个可能平凡 从可能平凡的c3当中呢 通过扫描数据库 我得到真正平凡的 就是l3 简单呢 就是一个两层循环的过程 所以生成candidates 然后呢 要计数counting 最后呢 是过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